聊到技嘉的Aero 15 相亦拿的不陌生 在Max-Q推出之前 咱们一提到轻薄游戏本 第一款想到的肯定是雷蛇Blade 第二款就有很多人会想到Aero 15了 微星的GS系列 哦对 GS-63 GS-63呢 算了不管了 我们今天拿到Aero 15的升级版本 搭载了8代i7以及1070 Max-Q的新款 Aero 15X 一起来看一下吧 讲到轻薄性能本 给我感觉一般都是外观比较有特色 比较精致的 换句话说比较有逼格的本色 但是Aero 15X的话 我不说它丑吧 但是感觉就是很低调 尤其是这个纯黑版本 你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个商务本 当然开机之后还是能感受出来的 比如这个骚的不要不要的真RGB键盘 还有A面这个发光的logo 虽然我说实话 技嘉的这行GIGABYTE的logo 我觉得不好看 我宁愿要个大雕什么的 不过今年的新版Aero 15X 相比老版 换掉了B面的logo 全新的Aero字体看起来还是挺酷的 除此之外 两者在外观上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在没有接触过Aero系列之前 对这个机器的印象蛮差的 因为这个做工看上去并不好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们看这个侧面 有很多多余的线条 这种廉价的塑料感 大家应该能感受得到吧 然后这又是一个商务风的机器 非常不起眼 但是 当你真正的上手过Aero 15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机器的粗糙值 它的一个表象 它用起来还是很精致的 比如这个触摸板 按键很清脆 手感也是滑溜溜的玻璃质感 很舒服 然后键盘的键帽呢 有比较牢 不松垮 键程虽然有点短 但是确认感还可以 然后Aero 15还有真正的窄边框 包括它机身的材质 接缝 你能感受得出 这个机器虽然逼格不高 但是绝对不廉价 它只是比较低调罢了 这一点和我手上这台 最近非常火的小米笔记本 是截然相反的 小米是做工看起来非常精致 非常好 但是你一上手就会发现 它细节上其实都有点欠缺 比如说它两边屏幕的接缝 是不一样宽的 然后它的转轴会夹到我的手指 但是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两台机器的价格差了10万8千里 这些比较可能也不太合适 不过Aero 15X做工上 我有一点是很想吐槽的 就是它这个A面的金属太软了 这个是我们字幕君自用的上一代的Aero 15 大概买了一年不到吧 你们来数一数A面有几个坑 第一个坑 第二个坑 第三个坑 还有第四个坑 一个笔记本的A面砸出来四个坑 你能想象得到吗 这里我们给你讲的故事 就是当时我问猪王借了Aero 15来用 然后我很不小心的 手机掉在上面砸出了一个坑 不过当时的猪王也比较大度 没有在意这个事情 后来我们的字幕君就自己买了这台Aero 15 完了之后他跟我讲 这个机器好爽 用的怎么怎么完美 怎么好用 对吧 我就提醒他说 你当心一点 我把猪王那台机器砸出了一个坑 那字幕君就问了 真的吗 他有点不信 他就往这个手指头 往这个A面上按了一按 然后这个第一个坑就这么来了 所以你买Aero 15的话 真的建议你配一个电脑包 Aero 15X有一个很大升级 就是这块屏幕 这次机家用上了144Hz的IPS电信屏 并且同样也经过攀通校色 实测色域覆盖91%的SRGB和64%的Adobe RGB 换成你们比较熟悉的标准就是接近72NTSC 色准方面平均DataE0.31 典型的好屏幕 而音响部分 你们先来听听这段录音 我的评价就是还行吧 反正外放听个响还是可以的 我们聊游戏本肯定要讲性能了 这个最关键的点我们压轴来说 Aero 15X的配置 i7-8750H 16G单通道2666 GTX1070 Max-Q 东芝XG3 除了内存之外 基本上是尽善尽美了 轻薄游戏本 除非是像GX501那种 否则这个配置基本上就极限了 那我们一个个来说 首先CPU i7-8750H 就是最新的标压8代i7 6核12线程 6核全开的频率是3.9G 3.9G 很恐怖了 但是 但是 你不要想的太美好了 基本上可以说 没有几家厂商能够压住 这个6核全开3.9G的8750H 那怎么办呢 降频呗 这个Aero 15X也不例外 单烤的时候 温度虽然只有70多度 但是频率降到了2.7G 而在跑Cinebench R15的时候 由于没有调用AVX指令集 所以情况会好一些 大概是全核3.4G这个样子 在这样的默频状态下 R15多核能跑到1191分 其实已经非常强了 毕竟上一代的7700HQ只能跑到727分 8代U的提升已经是飞起来了 可能跑分没什么感觉 所以我们用Handbrake 转码了一段4K视频 7700HQ用时10分52秒 而8750H则只需要7分27秒 快了将近3分半 但是毕竟还是降频了 所以我们不甘心 想办法通过XTU解锁了45W TDP 并且我们还通过降电压的方式 显著地降低了发热 那么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 我们的8750H竟然也可以6核全开 维持住3.9G的高频了 没有了任何束缚的8750H 在R15中跑出了1234分的成绩 这甚至已经超过了台式机上的R5 1600X了 内存是16G单通道的2666 其实我更希望机家弄成两根8G组双通道 毕竟16G这个容量对玩家来说是够用 但是双通道带来的双倍带宽 还是可以或多或少带来一些提升的 不过这个道问题不大了 毕竟想升级的玩家自己升级就行了 Aero 15X的显卡是GTX 1070 Max-Q版本 也算挺高端了 而普通版的Aero 15则是搭载了标准版的1060 6G 我们实测了一下 这台机器在3DMark FSE中能跑出6883分的成绩 图形分7183分 作为对比 1070 Max-Q的正常成绩大概是在图形分7346分 Aero 15X作为一台轻薄本显卡还是会略微降频的 不过这也算不上Source的骆驼吧 只能说是没吃饱的骆驼 那肯定是比马大的 所以这个游戏性能还可以 在《孤岛惊魂5》中 我们开启了1080P高画质 Aero 15X平均能跑到79帧 而在刺客信条起源中开启1080P高画质 这台机器则能跑到平均61帧 至于要求比较低的游戏像CSGO 我们1080P特效全开能跑到169帧 这个144的电信屏也算是能利用上了 对了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没说 就是散热 Aero 15X的模具是双热管双风扇 规格上和去年的4核i7加1060版的老Aero 15是完全一致的 看起来有点寒酸 所以我挺担心它能不能压住6核i7加1070XQ这两个大火炉的 我前面也提到了 单烤的时候CPU温度能接近80度 然后降频质3.1G 而在跑FSE的Combine Test的时候 CPU温度同样也达到了80度 显卡温度则能控制在70度以内 结合频率来看应该是勉强能压住 对于轻薄本来说也还行吧 表面温度方面 Aero 15X的热量集中在平轴出风口的位置 能达到58度左右 而键盘部分只有中间烧热一些 WASD位置只有26度还是可以接受的 Aero 15X这次的固态采用的是东芝的XG3 这是一款MLC颗粒的NVMe固态 对标的是SM951 实测顺序度2400 顺序且1600 说实话相比老款Aero 15的SM961来说是有所退步的 但是新款的Aero 15X在同样的定位下把容量翻了一倍 老款用的256G的SM961的话新款用的就是512G的XG3 这样看起来还是挺良心的 唯一的问题是XG3真的太热了 所以我不知道大夏天这台机器还能不能hold得住呢 我们来讲一些次要的方面 比如对于游戏本来说可能不太重要的续航 这一点我必须大力表扬一下Aero 15X 作为一台游戏本 它的PC Mark8续航测试竟然坚持了7小时45分啊 拜托啊 我手上这台第二代填排笔记本也才6个多小时续航呢 这玩意又有7小时45分 太恐怖了 这个就得益于它94Wh的电池 再大一点就带不上飞机了 拓展性方面先来看一下接口 机身左侧有网线接口USB3.0、HDMI2.0、迷你DP 和一个3.5mm耳机口 右侧有SD读卡器、雷电3、两个USB3.0、电源接口 还有一个防盗锁孔 除此之外 Aero 15X的内存和固态均留了一个空位 可以说总的来讲这个拓展性还是不错的 而在便携性方面 Aero 15X的厚度是1.9厘米 重量是2.1千克 确实也算是轻薄游戏本了吧 对于经常出差的用户来说还算是比较友好的 值得一提的是 Aero 15X的电源是215W的 体系做得也算小巧 并且还留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设计 就是这个USB接口 拿来给手机充电什么的 真的是挺方便的啊 不过Aero 15X电源有一个非常傻逼的问题 我必须要提出来 就是大家也知道 它的电源接口是在机身侧面的 那我把电源线插上给它看一下啊 那这个样子 你这让我怎么用鼠标啊 最蠢的是上一代这个接口受翻的 现在给我履职了 什么鬼 最后还是绕不开价格 我真的希望能绕开价格 毕竟这个机器总带来说还是挺棒的 但是很可惜Aero 15X的价格也真的是挺贵的 定配版要价16999 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不过你真的要是能掏得起这17000的话 那我敢说Aero 15X的性价比绝对是OJBK 换个角度想想吧 你2万块钱也就买一台填牌笔记本 对吧 那再换个角度想想 如果我把GIGABYTE这行字给抠了 画一个眼睛上去 你是不是早就买买买了呢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税钱没有 可以 以上就是我们对于Aero 15X的测试 喜欢我们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频道 点一个顶 或者说收藏一下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即客湾以及淘宝店铺即客湾电脑超市 还有微博即客湾官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